嗨 大家好 我是四万大叔许群 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期四万说车 今儿呢 我给大家聊一个好玩的话题 关于保密协议 原探前呢 小米汽车的发布会 在万众期待下终于如期召开 虽然之前呢 雷布斯一再强调发布技术 而不是发布产品 但整场发布会下来 小米汽车苏七除了价格没有公布之外呢 产品的关键细节啊 几乎全部展示出来了 好长的一个发布会 四万大叔啊 在之前的我的四万说车里呢 已经跟大家聊过这个了 今天呢 就不展开说这个发布会了 我呢 跟大家聊聊 在小米汽车的发布之前 闹出的一个跟保密协议 哎 这个或者说是 呃 机密的这个车型图片泄露 要有关系这么一个问题啊 很有意思 正好今天呢 我也用一期四万说的时间 跟大家聊聊这个汽车媒体和 保密协议的关系 呃 著名的媒体 Zucker的员工包某某 以及小白买车的员工 关某某呢 在签署了小米汽车的保密承诺书之后呢 呃 还是在未经许可有意的泄露了保密拍摄的内容 而小米汽车表示呢 呃 经与其所属的媒体沟通 我们将根据双方签署的保密承诺书 相应的条款呢 追究二人 以及所属的媒体的泄密责任 啊 包括并不限于公开道歉罚款 据说啊 但是这据说比较大啊 据说这个罚金金额可能高达三百万 其实呢 这两位小同学呢 也并不是新人了啊 呃 我也跟他们在工作中呢 也见过 这个他们确实不能算是媒体圈的小白啊 呃 据他们所说呢 在苏七的这个媒体品鉴拍摄期间呢 他们误以为呢 之前工信部公布的小米汽车的照片 是其他的媒体在同场的拍摄的素材啊 同时呢 误解为小米汽车已经允许公开 发布一些非正式的一些现场发布的照片 我非常理解啊 特别是对于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车型 都会按捺不住发个朋友圈 不过呢 一般来说啊 如果签了保密协议呢 还是要谨慎啊 还是要求证 虽然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提醒了 但是呢 这些照片难以避免的啊 扩散到了网上 那就没办法了 对吧 保密协议这件事啊 确实我签了个不少啊 很多车型呢 还都是原型车概念车的时候 斯万大叔就参与了初期的设计的一些探讨 以及测试的环节啊 呃 别说几个月之前的这个保密协议啊 长达一年以上的保密协议 我也签过啊 比如 呃 在2015年的1月和4月 我分别呢 前往南非的开普敦 以及英国的克鲁呢 亲自驾驶了宾利的首款SUV天悦 本特嘎的原型车 当年呢 在南非开的还是非常早期的 原型车的版本啊 呃 还是有很深刻的印象 啊 在上市一年多之前呢 就见到了呃 宾利天悦的真身 印象非常深刻啊 在南非可能全球只有 好像四个人啊 有我 还有英国 德国和美国 宾利的最大的四个市场的三位 一共是四位媒体人 加上我啊 来南非啊 呃 呃 抢先呢 呃 体验了这个宾利酝酿已久的这个SUV车型 啊 当时的保密协议啊 一直签到了2015年的6月24号 关于保密协议呢 斯万大叔还经历过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 呃 那应该是在上一代保日节Panamera 发布的 那应该是2017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是前往呢 呃 英国的古德伍德 参加这个古德伍德赛车节 之前呢 被安排到呃 德国啊 去呃 看了保日节的四门四座的这个豪华运动 轿车Panamera啊 是一个完全的在上市之 离上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秘密鉴赏 我们都拍摄了相应的一些图片啊 这些真的是非常保密的 因为当时还外界还没有人知道 呃 保日节的这个第二代的Panamera长什么样 拍完之后呢 我们当时就签了保密协议 其实是很认真地签署的啊 而这一行呢 包括我们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大概将近二十个十几个记者啊 我那好哥们啊 这个宋青啊 在微博上叫PS3保罗啊 他的号叫KARS01 他们呢 就在微博上登出了第二代 这个Panamera的一个高清照片 我们当时一看 就是我们当时拍的 但是呢 宋青他本身不在我们这团里 所以叫这个图片肯定不是他拍的 而且呢 后来经过沟通 他这个图片也是从论坛里头考下来的 他不知道这个 因为他没签保密协议 他也不知道这个图片到底是不是 所以他就发 他也在第一时间删除了 所以这件事呢 跟他的责任不大啊 他没什么责任 因为他的图也就不是他拍的 关键在于他这个图片是从哪来的 他这个图片呢 是来自一个高端车的一个论坛啊 我们就调查这个事啊 可麻烦了 最后呢 搞得我们这个团里的人心慌慌啊 后来呢 宝世杰也没有办法 他们只好把所有人的原图都收上去 去一比一的对比 看看泄露那张是谁拍的 最后还是破案了 这是我经历的最感受深刻的一次泄密案 同时呢 这个媒体老师呢 他也为了这次泄密 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吧 尊重保密协议 除了法律的概念之外 更是职业操守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你是不是一个职业的媒体人 在这一点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好 那我们继续说回比较新的故事啊 今年呢 2023年的东京车展 主办方呢 把这个 TOKYO AUTO SHOW改成了JAPAN MOBILITY SHOW 改成了日本移动出行展 四万大叔呢 也是受日产汽车之邀 前往东京参观 位于横滨坐监视的日产博物馆 日产博物馆呢 在2010年以前啊 不对外开放 很棒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日产的经典的车型 特别特别酷 也对他们有深厚的敬意 有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呢 这个博物馆的附近呢 还有一个神秘的地点 这个地点连很多的员工啊 日产员工都无权进入 那边呢 就是日产和英飞尼的设计中心 也是他们保密级别最高的部门 里面呢 有全新的设计图纸 以及各种概念车 进入这里啊 是完全不能拍照的 看到了日产和英飞尼的 在未来三到五年 要推出的所有的汽车的模型 我们确实也都 很好的遵守了保密协议 但是相比于刚才讲的故事呢 这个保密协议更好遵守 因为你没什么可谢的 因为你没有机会拍任何一张照片 我们的保密协议 不仅仅是不能拍照 而且呢不能去深入的去描述和 画下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车型 这一点我们应该还是遵守的 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 尊重保密协议 是每一位汽车媒体人 都应该具备的素质 能够第一的时间 接触到还没有上市的车型 是各个主机场 车企 给我们这些媒体人的信任 也是我们的宣传需求 虽然我们作为专业的汽车媒体人 我们还需要 要尊重这种契约精神 特别是在当下互联网极其发达的时代 应该更加的注意自己的行为 一个小疏漏就可以造成很大的泄露 只有在良性的市场环境下 在良性的媒体环境下 才能让流量更具价值 更具正能量 这也是我们每一位汽车媒体人 要共同守护的 好 那我们今天关于保密协议的四万说车 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为大家讲的故事 也希望每一个小伙伴们 能够去尊重保密协议这样东西 好 那我是四万大叔许群 我们今天的四万说车到这里 祝大家2024一切都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